介紹一下就是說一個磁科工程師 平常的日常到底在做些什麼 這其實應該也是大家會蠻想知道 就是你覺得日復一日 或是說每天從早上進去之後 就開始做什麼然後到下班 我先講生產端的那個 生產端這邊的話 因為你的貨都是24小時在run的嗎 製程工程師 其實我們在做半導體 我覺得打個比方來講 我們就是每天要做1000盤炒麵這樣子 我每天要做1000盤炒麵 1000盤長得一模一樣的炒麵 麵的根數要一樣 麵的根數要一樣 長度要一樣 然後它的鹹度也要一樣 它的精準到 比方說麵的長度 我可能一根 比方說20公分好了 也許我們可以允許的範圍是 19.995 對不對 比方說19.9OK 19.89就不行這樣子 對 那我就是控制它的長度 然後麵的熟度 然後辣度什麼的 然後高麗菜在切的時候 它那個寬度多少 然後重量多少什麼的 我們的工作就是 我們不要維持說 每一盤炒麵炒出來的品質要幾乎一樣 幾乎一樣是一種 比方說我剛講的麵的長度 那如果我們炒麵出去之後 它就可以量麵的長度 然後就要量一量 你這個麵比較長喔 那你查一下為什麼它會變比較長 到底是炒的過程之中 這個溫度加溫太久 還是切下來的時候麵就已經比較長 對 還是切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有問題了 那切下來有問題是 是切了機器的問題 還是其實是 不要說可能它的切的角度的問題 還是說其實是它的刀燉掉了 還是麵的供應商 這次供應的麵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讓我們什麼都一樣 那切下去就是不一樣 對 沒錯 就是要 就是我們的日常就是 它如果發生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要去找出來哪裡不一樣 比方說高校剛講的 那個刀的切的角度不一樣 我們這時候就要通知到一個 大家都知道 叫設備弄程說 請麻煩你去調一下這個刀的角度 對 然後設備就好 讓我去調 然後去調之後就是去 再去試容 那個切到正常麵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對 比方說就是 你可能我發現 我這個麵每一盤 每一盤越來越辣了 對 以本說 以本說我的那個辣度 比方說還是控制在某個範圍 可是它在這裡面 有往某個趣事走的時候 對 我們就要去 take care 這樣子 就會要去查 為什麼好像有這個問題 因為可能放著不管 它就會辣到 沒辦法接受的狀態 對對對 其實這是比較通俗的那個 對 其實每天都是處理說 我每天出去的那盤場面 都一模一樣 對 這樣聽起來 你們應該日常工作中 或有一些做Monitor 就是說定期去檢驗說 你在做的東西 是不是合乎 那個常規的 對 比方說可能是 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我產品 我的炒面出去之後 一樣不一樣 這件事情是要 用去量 就是去量測 去量長度 量蠟度 量什麼的 有沒有的東西 量出來就是量的時候 那我們平常在做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確保說 假如我今天東西 我的貨還沒有來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 我的機台現在 是不是OK的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日常的 去做一些模擬盒機子 比方說我現在就 比方說切切面 然後我就弄一個 原本的就是 我們自己去弄來的一些面 就讓它切 我切的時候 這個切出來 這長度OK 然後我再把我的 就是貨放進來弄 對 等於說有一點先試弄 或者說先測試一下 對 或者是我這樣貨一直弄 之後 我每一天還是要確認說 我的機台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可能 Horror Run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差一批 我就差一份 就是我量測用的東西 測試一下 那當然就會 我們通常講 Inline 跟Offline Inline 的話就是我實際產品 測出來這種東西 Offline 就是我對機台的一些 日常的一些模擬 外的 對 非生產線上面的 對 那就是除了像剛剛講 除了我們要維持 Inline 就是我們出來產品的問題之外 我們要確認我們的機台 是要處於一個 穩定可生產的範圍 對 那還有另外一些比方說 他們可能 比方說我現在 假如我十台機台 可是我可以做十斤炒面的這五台 對 可是它現在來了可能八台亮 八台的亮的面要過來 我要做成八份十斤炒面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去 找說為什麼其他五台不能生產 對 不能生產十斤炒面 對 那為什麼當初不能生產 是因為當初在測試的時候 就沒有測試嗎 還是 就是這個十斤炒面新口味 對 我們一台OK 兩台OK 三台OK 還沒有就是第六台還沒有OK 對 那這個時候要做的 就會有幾件事情 就是它是 有發生問題 不能生產 還是因為我根本還沒有 就是展開這樣 對還沒有確認說這顆可不可以run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比方說像我們常常講機台展開 這顆可不可以run 我先run個一份過去 然後讓它去量 先試看看 對 OK的可能 這樣講比較簡略啦 那個一份run過去可能都要等三四個月 對 對 以那個專業一點就在講你要講 你要等那個 然後等它的量率出來 對 然後這一台我覺得OK 然後放出來 那我下一次遇到 我要生產這麼多份的時候 我就多一台可以做專 對 那就是等於說我要管理整個產線上 正常生產跟應付它的產 我說產能 應付產能的需求 對 大概就是十二個生活是每天在做 等於 以前你們在產線裡面是說 整個部門大概會有多少 像在十科的部門 然後每個人是佈多少排機台 這是這樣的概念 欸 我覺得甚至看每一個單位 比方說像每個場它的產出 其實不太一樣 對 那我那邊之前是十科製程有兩個課 然後個大概七八個 然後設備有三個課 大概都十米出頭一點點 所以設備的人還比較多 對 因為我們那個廠 之前的廠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可能需要比較多的設備能力 在維護 在maintain的時候需要比較那個 對 因為我有聽說像台積的話 他們一個部人數量是蠻多的 真的嗎 一個部的話 比方說像我們剛剛十科的部跑 你這樣加一加其實也 六七十個跑不掉 所以等於說 一個部經理大概就在管理一個 大概六七十人的小公司 那時候我覺得應該要算中型 對 其實不少 我覺得這種公司規模越大的 其實它那個 它的那些 就是上面的責任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對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要稍微體諒一下 你的老闆跟老闆的老闆 為什麼要這麼 對 這麼著急 對為什麼這麼急 這麼的 對 對 因為他們其實身上是北流蠻多的責任在上面 而且這個責任是 你很難去想像的 就是 你 心情很差的也是工作一天 心情好一點也是工作一天 所以你這是 除非你就是說我老怎麼幹 不然的話你今天的工作還是要做 對 你就盡量 只能說盡量 讓自己是正向的想法 對 對對對 對